作为全球第一大相声团体 去德云社听相声 早已成为当下潮流 然而剧场内部的有些安排 却并不深得人心 近日德云社又摊上市了 一位观众慕名去听相声 却怀疑自己遭遇了霸王条款 前天我们去德云社三星远店听相声 进门之前就有一排公布人员 男人在门口说过准备喝的和吃的金钱 我们当时也觉得没什么不对的 进去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说 会买小吃和饮料 但是只能是他们所销售的 不说一瓶果立成就收了十块钱 这就是霸王条款嘛 只能是他自己的 德云社组为那么知名的一份 销售团体上去做 可这种违法没贵的事 有点不应该 此事一出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一瓶果立成就卖十元 而且只能购买他们所售卖的食品饮料 有不少人表示不理解 认为德云社作为知名相声团体 吃相实在难看 而且这么做不仅违规 更有违法的嫌疑 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表示可以理解 毕竟去KTV等场所 也不能带酒水饮料 这些场所主要就是 靠着小吃酒水饮料去赚钱 而且禁止观众带食品饮料入场 也是为了观众着想 大家只看到剧场内部的高价 没有看到其后的真实原因 不止德云社一家相声园子是这样的 其他相声园子也是一样的 因为整个不许败的食物 这个就是说大食物 像个茶馆 全国的 今天好多都不想吃茶馆 都不一之外 因为我们这是演出演艺性 的一个小场所 大家在观看的同时 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 你说我们有的朋友 喜欢吃臭豆腐 喜欢吃榴莲糖 带着榴莲 榴莲糖 臭豆腐 全进来的 所以说这样的 只想其他份 而且我们像个茶馆 也为大家准备了 可口的 不看其他相声园子 单单指责德云社 不少网友表示 是不是收钱了 其实在前些年 德云社的小剧场 是不禁止观众带食物的 不仅是食物 任何东西都能带进去 还有不少粉丝 为演员们送礼物 老郭就曾调侃 是来演出的 还是来进货的呀 每回演出跟进货似的 这是个屁股 但这么做也有弊端 每一次送礼物 都耽误不少的演出时间 所以后来郭老师 就禁止演员们收礼物 食物的话 是因为每一次演出结束 剧场内部充满了塑料垃圾 单单打扫 就耗费不少精力 因此才有了 不准带食品入场的规定 而内部食品卖的贵 也更好地减少了垃圾的产生 这样一来 对观看体验确实有改善 最重要的都是明码标价的商品 也不存在霸王条款这一说 相信老郭也看不上这点钱 毕竟如今德云社除了小园子 商演 跨界 德云社在文化产业 服饰 餐饮 音乐等方面均有尝试 已经形成了一个德云生态圈 就单单拿商演来说一场商演 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德云社的小园子 多数演出都是为了培养下一代 让演员们提高自己的实力 有更多的观众员 至于一些人说的吃相难看 大概率是对剧场了解不深 对于此事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